大家好,我是铁汉 今天给大家录制第一章第二节 预备知识与学习方法 接下来是内容简介 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有第一 是推荐的预备知识 就是你具备哪些预备知识的话 本课你会学的比较轻松 这是推荐的预备知识 然后就是预备知识的最低配置 也就是说下限嘛 第三就是学习的心态 这个也需要讲一下 第四是学习态度 第五个是自我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推荐的预备知识 如果你懂驱动开发 包括说一些简单的hook 然后包括一些回调函数 注册表的一些操作这些 这个如果会的话 就是有实际的开发的经验 最好的话是要有那个sfilt的 这个框架的一些开发经验 这样你在驱动那部分 你会学的比较轻松 还有就是说应用程业务的开发 就是关于比如说服务怎么创建 进程怎么创建这些业务逻辑的代码 有这方面开发经验的话 应用程的业务这一块 你会学的比较轻松 第三是最懂一点 比如说界面上的一些编程 比如说mfc 这些 你只要懂一点 写过一些简单的界面 你就是学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我们这边用的界面是soreUI soreUI本身是比较简单的 你如果说懂点mfc 转过去学soreUI 你就会发现这个界面写起来就非常简单 如果说这三点你都比较熟悉的话 那么本课程你会学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 然后就讲到那个最低配置 就是要学本门课程 你至少要具备哪一些基本功 是吧 最最基本的是吧 至少你c语言要玩的比较流 懂一些windows的API 就基本的那些windows的API的调用 这一些要比较稍微比较熟练一点 也能学 如果说只是纯粹的懂c语言 学起来会比较吃力 实话实说会比较吃力 其实本课程的门槛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你如果说只有c语言的这种基础 哪怕你c语言 就是你c语言玩的比较好的话 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得需要补充大量的知识 当然我们会跟你说要补充哪些知识 这都会跟你说 但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就是你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硬核的过程 懂这意思吗 就是如果你懂c语言的话 这个懂 我说的这个懂 就是已经玩的很流的那种情况 你不要写一个c代码 然后就好几个bug 这个不叫懂 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应该先去补充一些关于驱动开发方面的知识 我们这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本 就是Windows内核安全与驱动开发 这本书是比较不错的 作者是陈明林 首先这本书是比较新的一本书 然后我就你如果要学这本书的话 就是我觉得哪一些是要看的呢 设备驱动里面你除了那个sfail的看一下 那其他的都是其他的设备驱动 你可以不用看 比如说什么ndis等等 比如说键盘过滤驱动 然后等等这些就是其他的这些设备 你都你可以先不用看 勒索短剑终结者是基于sfail的框架来做的嘛 然后其他的前面的这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1到5张这一块 你要看一下 他这里面教你的那种搭建驱动的那种开发环境 你们可以也可以先学一下 但是那并不是我推荐的那个 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也会教你怎么搭建 那个驱动的开发环境 是一个一种比较高效的搭建方法 也比较好用的搭建方法 但是我觉得目前这本书里面倒是没有介绍到 我们这个课程会讲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先看一下就是基本的是怎么搭建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教的 你就会知道就是它的优越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当然这个Windows内核 安全和驱动开发好像今年会发一个新版本 不知道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新嘛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哦 然后除了这一本呢 就是要补充Windows 就是说应用程方面的就是 关于业务的那一块的流程 那些编程的知识哦 推荐的书籍就是Windows核心编程啊 这个至少 这个要多看不仅是要多看要多动手 因为动手的话就是这种你如果写代码的话 你对它理解会效率会快 你只是纯粹的看书的话 理解太慢了 有学的效率太低了 懂我意思吗 这本书也推荐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是关于Show UI的这部分 Show UI的界面库的用法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界面库 这界面库是比较好用的 你如果懂点MFC 学这个界面库 那就完全毫无压力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不需要你有那个C++的功底 只要有C的功底就够了 懂这意思吗 我是尽可能的让它变得更简单一点 这个Show UI和Windows内核安全的这两个都有一些独立群 你们如果想要高校学习可以加这两个的独立群 Show UI的基本一些界面操作你要会 首先你要明确一点 你如果只是懂C语言 Windows这一块你不是非常熟 就API这些调用啊界面编程或者驱动编程 你不是非常熟的话 你一定要做心理准备 就是你会在这段时间内补充大量 需要补充大量这一块的知识 我觉得所有的高手或者说 稍微有点水平的 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肯定有一段时间 是处在大量补充这些知识的走的过程 肯定有没有一个人能掏得过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摆在你的面前 就是这确实是一本比较难啃的书 这些内容是这样子的 我看了下我写出来的教程答案 我们这个课程大概是有70到90个课 对 所以呢 你不要看我现在在这边跟你吹水 你觉得很轻松 这7到90个课程也只能把 勒索脑界终结者一些核心要点 包括设计思路 以及一些核心代码给讲完 还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完 只是把最重要的那些都讲完 所以呢 这是一个是吧 非常硬核的学习过程 必须给大家讲一些 就是关于学习中一些心态的调整 以及种种的这些东西 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我们回归主题啊 讲学习心态 学习心态这一块怎么说呢 就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什么点 就是 心要放轻松手要快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一些初学者啊 就是学东西常常会有一些 在心态上会 会有一些那种误区 呃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会很想快速的学习 那如果不是这种心态 那就是 又太傻慢了 就是 非常爱今天看一点 明天看一点 反正就是 又就是太放语了 懂这意思了 首先先说第一种 想要快速学习的这种人 他有这样的贪心嘛 这个贪心会影响到他的 心态会让他产生一种焦虑感 就这种焦虑会拉低他的学习效率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如果处在很紧张的状态 你的心其实是很难 快速的吸收新的 新的事物的 你懂我意思吗 非常难 你们观察一下就知道 然后呢 你也不能太放语了 比如说 你今天看这个 你觉得 嗯 今天只要看个半小时到 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好 懂吗 这个就属于太放语了 所以比较 比较理想的状态 什么状态 就是 心是很轻松的 明白吗 就好像 明白吗 嘴上哼哼小曲 是吧 心是很轻松的 对吧 哼哼小曲唱唱歌 是吧 听听歌这种 心是很轻松的 但是呢 手是非常快 明白吗 就心 你要学会就是 保持心态轻松的同时 然后呢 手速非常快 这是一种技巧 你要调整你的 你要学会去调整你的心 心理状态到达这种程度 因为这是一种最高效的状态 其他的状态 我觉得 要么就太放语 要么就太紧张了 其实对你的身心都是不好 对对学习效率都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是一整个项目 会涉及的面会非常多 所以课程会比较长 这么长的这个课程当中 大家心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学习态度 学习态度 我希望大家就坚持硬核 拒绝投机 因为不论是 那个 因为不论是学习 还是工作 态度都非常重要 态度可能会直接决定 你最后到底学会了多少 就是在工作当中真的态度 可能都会决定你最后 你的工作的效果 以及大家对你的任何程度 它非常重要 然后为什么要说坚持硬核拒绝投机呢 我举两个例子来讲 我就拿立下来做一个例子 那就是也是在几年前嘛 但是还在威斯通的 但是还在威斯通的工房实验室 然后呢 当时是这样 当时有一个同事 他是 他是干毕业应接生嘛 然后他当时在做一个那个 clock me 对 在 他是干接触 他以前没搞过这个 用OD在那边调嘛 搞了一两天他都没搞出来 没找到那个答案嘛 然后他就跑过来 就希望我帮他看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过去 就是 用他的OD就翻了两方嘛 就看了两眼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从这个地址跟进去 然后你跟进去以后 你往下面翻两方 可能就是那个密码的名文啊 也就是答案 他真的跟进去翻两方 就拿到答案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为什么 我搞了 我搞了是吧 一两天我都没搞出来 你只是看了两眼又翻了两方 你就觉得 就觉得 就知道答案会在那边 然后我就跟他讲 只是一种感觉 你懂我意思嘛 那只是一种 就跟打游戏一样 它只是一种手感 那再回过头来说 比如说 这种逆向的这种能力啊 你可能会听说过 逆向工程里面有种种技巧 包括脱壳啊什么的 但是我想跟你们讲的是 这些所谓的技巧 其实都不是技巧 明白吗 真正的能力 就是比如说像逆向这种能力 它纯粹就是靠量 它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 就好像 我为什么翻两方 然后就感觉它在那边呢 因为我量上去啊 我有手感有直觉 我只要稍微 你会感觉它在那边 以前练出来手感 你懂我意思吗 就有很多这样的 然后包括比如说 再反过来说 比如说 你拖个手 有些人会跟你讲 ESP定律 就能到达路口点嘛 我跟你讲 像这种所谓的ESP定律 其实也只是 全能拖个 把这些手感 说出来一下而已 就所以说 ESP定律 也不能百分之百好用 我想 说这个 我想说 说什么 就是有一些能力 你除了下苦工 你没有什么 更快的办法了 懂我意思吗 你不要老想着那种去投机 就你应该训练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的能力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爆发出各种各样 别人看起来好像有点 比较有技巧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是知道 这所谓的技巧 其实动态 它并不通用 我想说的什么 就是前期 特别是前期刚开始学的 千万不要迷恋技巧 而是应该训练实力 因为你迷恋技巧的话 那是舍本矚目 你是在 那个技巧是别人的 明白 而且它那个技巧是动态的 它每一次碰到新的问题 它都会产生新的技巧 这种技巧 就是这种 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所带来的这种应变能力 这个是重点 你懂我意思吗 那应变能力所产生的那种结果 它那个是 这种结果是静态的 所以关键是这种应变能力 你要掌握这种应变能力 但这种应变能力 你必须要有非常好的这种功底 来支撑你才能产生这种 要端正这种这种态度 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是想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千万就是 不要太迷信于那些技巧了 那些技巧其实都是别人吃剩下的 你不要去关注那些 那种太投机了 这也是一个例子 我那个小弟呢 他有一个问你什么问题呢 他每一次碰到比如说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都会在那边翻书 翻书看 一张两张三张一张一张一张的看过去 他看别的技术数据也是这样 就喜欢一张一张的往外看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看到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 这么一张一张的 就是这样看 他说我这样我可以学习 一些新的东西可能有助于我解决 我刚刚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觉得效率偏低的人 多半都有这种习惯 我当时我也跟他讲 我说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 你现在只是在逃避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养成一种习惯 什么习惯了 要么你就保持高效 要么你就闲下来什么都不做 你出去上散步 什么都不想 都比这种假装在学习来得强 为什么是假装在学习呢 因为你想 我们人在碰到一个技术问题的时候 特别我们这些搞技术 碰到技术问题的时候 内心是很焦虑的 对吧 然后你在那边翻书 或者说这种慢慢的看 你的本质上是在慢慢的排遣 排遣自己这种焦虑的心理 然后其实你这个时候你看的东西 你也看不进去嘛 明白 你在这个看的过程 你相当于是在 是在骗自己说 我在尝试的解决问题 其实你看的这些内容 本质上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帮助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你如果要做 你就应该去找真正的问题 出到底在哪里 应该怎么解决 而不是拿出一本书在那边看 慢慢的一本一本翻 慢慢的一页一页的翻 这样自我安慰 这没有任何意义 它不会解决问题 它只会消磨你的意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其实没有在解决问题 然后呢 你这么看书 它会忽悠你 那你感觉你好像在解决问题 这是不对的 这种态度是不应和的 你懂我意思吧 这是在自我欺骗 它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真正硬核的做法就是 你要么你就保持高效 就是尝试的去解决问题 去想问题出在哪里 你如果说实在解决不了 你什么都不要做 真正让自己去放松 就出去逛逛 随便逛 你不要再想这个问题 这样反而可能就是会容易产生新的思路 懂我意思吧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要 我要说一点的什么呢 就是也有很多了 特别是看书 这可能学生时代 这种事情会比较多 就是这种喜欢自我安慰的这种事件会比较多 就是看书喜欢 比如特别像工具类比较大布头的那种书 喜欢一页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的看 你说那几百三千页慢慢的一片一片在看 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低的 像这种工具树你用到了 马上去翻 这样你反而 记得快 懂这个意思吧 你在那边慢慢翻 你用不到 你看完就忘了 看这个有什么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 什么习惯 要么我保持高效 要么我就不做 就是保持高效本身是一种非常好的数字 你要培育自己这样的数字 千万不要比如说让自己养成这种低效 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学习 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 不要有这样的习惯 如果有这种习惯应该去改正它 这个很重要 我们本身在技术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是属于你的学习效率的成长过程 你技术水平提高 你的学习效率肯定也要跟着提高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你跟别人 你没有任何竞争力 懂这意思吧 真的是没什么竞争力 那种非常低效的那种做法 那没什么意义 只是自己在忽悠自己 自己自我感觉很良好 我今天好像学了多少 明天又好像学了 因为你看 因为你翻书嘛 今天翻了100页 感觉我学了100页 明天我靠又翻了200 我学了200页 那整本书看完记得啥 啥都不记得 有意思嘛 一点 你觉得有意思嘛 明白吗 是男人就得硬肝 知道吧 不要养成这种自我忽悠的习惯 自我感觉很良好 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明白吧 这个就是关于学习态度 态度百端正了 对以后工作是很有好处的 明白这个意思嘛 也就是我那个小弟哦 我不是刚刚说了这个小弟嘛 是不是 他有这种种种的这种缺点 然后一开始呢 就是我观察到他投机了以后 然后呢 我就天天我就我就屌他嘛 我也会屌人的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讲 这什么什么不对 那段时间他真的被我屌惨了 直到有一天我不屌他了 好像是过了两三个月三十个月 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再也没有屌他了 为什么呢 他知道怎么做事情了 他已经培育出来这种做事情的态度了 那就不需要屌了 明白 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 明白吗 不是没事闲的就去说你 谁那么闲啊 明白吗 就你只要能成为你养成这种做事的态度 和这种做事的习惯 那就OK了 我感觉他现在不管是终端安全啊 还是去搞什么网络渗透啊 或者搞区块链 或者搞一个新的书 他的这种做事风格和态度已经出来了 他不管去搞什么 他两三个月内 和三四个月马上就能上手 这个态度如果用 用书面语来讲 怎么讲了 在职场上又叫做职业化 对就是这样 所谓职业化就是你的 如果说你在学生时代 你就应该刻意地培育这种做事的态度 最好是把它培育出来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去认识并改进自己的缺点 对就看待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不要自我安慰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不要自我安慰 该改的得改 我是说在技术上 对 这个很重要 学习态度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说这个 因为如果这个你如果不摆端正 你想这七到九十节的课程啊 明白吗 对吧 你确定你能坚持吗 所以你如果没有态度在这边做支撑 对吧 没有信念 对吧 你明白我做这个课程 我是真的希望你学到东西啊 我可不希望你 比如说交了钱啊 然后学了一半 你觉得坚持不下去啊 搞毛啊 是吧 然后什么都没有学到 明白吗 我也不希望这样 我希望你真的能把它坚持啊 把这些东西真的学到手啊 自己觉得学有所得 我觉得你哪怕没有把东西学到手 你把这种做事的风格与态度学到手 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把这种做事的风格与态度学到手 你这个课肯定能坚持学啊 包括我们做项目啊 做什么其他 其实到最后靠的就是意志 一样也就是态度 态度最后会演变成你的意志 你到最后其实只是在凭你的意志 在做事情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自我管理啊 因为这个在做项目 包括说学习的过程里面 啊 都有涉及到 但是 但是很多人可能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可能 会比较忽略这一点 年纪大 稍微年纪大一点 可能就会注意到 但是我为什么希望提前讲呢 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呢 没有人跟我讲这个 导致我 就是说怎么讲呢 我很长一段时间 并不知道怎么去调整 自己 就是说 总之我觉得就是 越早掌握这些 东西 其实对自己的帮助越大 但是很遗憾 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人跟我讲这个 自我管理 就是调整机的身心 已达到最高效率 并保持舒适 这什么意思呢 我弄这个勒索哪些终结者 前后呢 大概是坚持了十几个月的时间 这十几个月是怎么过的 就是说 我当时是朝九晚五嘛 然后我当时必须保持每天 就工作日的时候 我必须保证每天至少四个小时 晚上回家四个小时的 编码的工作量 周末呢 保持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 然后坚持了十几个月 懂我意思吗 那么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 你不要以为这很容易啊 这其实真不容易 就在这么漫长能够坚持下来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里面 就是自我管理了 有一个很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要保持这种高效 并且能坚持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你要学会观察自己的习惯 就是你自己身心运作的规律 比如说 我当时为什么每天都能保持四个小时的工作量 我当时怎么保持的啊 比如说早 你五点不是下班嘛 对吧 五点下班 然后 五点五点半嘛 大概到家 吃完饭到家大概六点 然后你是说从六点开始 就直接写代码 写到十点 是不是 就不是了 是这样 你刚回来的时候 你应该先休息 不是先去睡觉 因为你如果这个时候去睡觉 你晚上的生活中就会乱 明白吗 你六点 比如说跑一跑回去 睡睡一个小时 你七点起来 你的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懂我意思吗 而且你这睡这半个小时 你可能晚上到十二点一点 可能都会觉得没有睡意 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不能睡的 不能睡能干嘛呢 你随便比如说看看视频啊 或者随便走一走 算算步都比较好 至少要坚持到七点半左右 为什么 因为我观察我身心的规律 就是我吃完东西的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会觉得非常困 这是我观察我自己啊 然后我必须把这段很困的时间撑过去 不管做什么 反正就是放松嘛 懂得意思吗 必须把这段时间撑过去 然后才开始做事情 这个时候状态稍微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状态会比 比如说你去睡一觉醒来 做事情状态会更好 就是你要懂得 你观察你自己的身心规律 然后去调节 明白 然后呢 比如说我到七点半 然后才开始做事情 做到十一点半 然后十一点半了以后呢 我会 就洗澡上床睡觉嘛 是吧 大概洗澡上床了以后 大概就十二点嘛 对吧 十二点上床 十二点上床的时候 会看看小说啊什么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会看看小说 大概会在 会让自己放松 比如说看小说 随便看点什么东西 但会坚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后 然后才入睡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其实脑袋属于在高效运转 你脑袋想从高效运转的这种状态 马上切入到 入睡的那种状态 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你可以马上切入的话 说明你的身心太疲劳了 明白吗 所以你最好中间就是 每一天你不管多忙 你至少要保持一到两个小时 是你的心里的空窗期 你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不管你做什么 哪怕一个人呆着 坐在那边发呆都好 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你的心情慢慢的平复 平复到相对宁静的街道 然后你再跳进去去睡觉 跳进睡眠街道 这样整个身心会比较好 你如果说 比如说你非常卖力 今天刚刚刚刚到两三点 然后咔咔直接跳入去睡眠 我跟你讲 你中间不空中这一两段时间的话 你坚持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你心里憔悴了 再坚持下去你就过了死了 明白吗 所以心态调节非常重要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你要学会去观察自己的规律 然后做出调节 我是属于那种吃完饭 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间段 会有一段大脑的学 都跑去胃里面 那个帮助消化了嘛 所以人就会觉得很困 对吧 那你如果说实在 想要让自己在这段时间不困 怎么办 你可以吃点比如说 像沙拉之类的 不是高热量的 含弹量比较低的这种 那你可能就不会困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要保持这种 高效的这种习惯 嗯 并且让自己的心态 保持高效 还会让自己的心态 感觉到比较舒适的时候 的话 你要去观察你自己 的规律 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只有了解你自己的以后 然后你才能通过各种调节啊 包括哄哄自己啊等等 等等 明白吧 然后你才能达到 比如说 自我管理的这种目的 懂得意思吗 哦 还有一个比如说 我如果说今天晚上要打算通宵的话 那我会怎么做 我大概会在12点左右 吃点方便面 吃点夜宵 因为我要12点的话 吃点宵夜 我今天晚上就别想睡了 因为 我也不知道 反正12点 这是我的规律嘛 我观察到 比如说我11点到12点 东西要吃 今天晚上就别想睡 因为那 能量太多了 你知道吗 那就得做事情 懂我意思吗 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观察到 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观察到 自己的身心的运作规律是什么样 然后通过这个再来调节 这样可以让你达到更高效 从此还能保持舒适 高效不是重点 关键是高效并且舒适 如果高效不舒适 你早晚会过劳死 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得先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能就有信心 也知道怎样做 然后能够把本课程的所有知识都学 都学好了 到最后我想说 就是我真的希望 大家能够从这里面 学一点东西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